与那种遥望天空的窗户不同 这里有一个您期盼探知的窗口 这扇窗通往孩子的内心深处 这是一扇时间之窗 所有立志信靠基督的决定中 70%以上都是在4到14岁之间 这个非常精确的年龄段做出的 即4到14岁 在这个时间段 接受耶稣的人最有可能坚定其信仰 这并不令人惊讶 不是吗 甚至耶稣也说过 除非你变成孩子 否则你永远也无法进入天国 那么这会产生一个大问题 如果所有关于基督的决定中 70%都是在4到14岁这个年龄段做出的 那为何一般地方教会 仅将其3%的资源投入于此 还记得当孩子们聚集在耶稣身前的情景吗 他的门徒说 不要劳烦老师 门徒们俯视而下 而耶稣却跪着 看着那些向他打开的窗户 敞开的心扉 以及那些需要用他的爱来滋润的心智 他说道 让这些孩子到我面前来 天国属于他们这样的人 事实上 我们在圣经中会发现上帝早已看到孩子们的潜力 就像大卫一样 上帝选择让这个小木桶去消灭巨人 撒摩尔年少时就被神在夜里呼召成为先知 米利安拯救了他的哥哥摩西 他是上帝派来拯救其子民的使者 而耶稣本人在十二岁时就在其家中向成年人显露了其大智慧 世人眼中看到的是不成熟或愚昧 而上帝看到的却是一扇扇敞开的心灵之窗 脆弱天真无邪的心灵跟随上帝的指引 但是今天的孩子们仍需要我们的帮助 全世界十亿孩子中过半儿童都遭受着物质生活的贫困 同时发达国家中的孩子们则陷入了精神贫困的泥潭 只有3%的人能按照圣经的教义来对待生活 但我们可以带来希望 五分之四的孩子依然渴望上帝的光爱 因此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上帝 并将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信念深植于心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 能将上帝的爱带给全世界成千上万接受真理的孩子们 那么我们务必在这个重要的领地担心竭力 让我们用上帝的目光看待孩子们 因为打开心灵之窗是照亮黑暗世界的最佳方式 访问网站4to14movement.com 访问网站4to14movement.com 趁窗户还开着时 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打开心灵之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